新型冠状病毒疫苗研發又再又進展 美股走強 導致錯新高 港股反覆靠穩 恒指高開133.1度刷新7月7日以來的新高 但其後走勢反覆 一度到跌41點 尾段回升 8個月收市高位移民6415點到收市 收升33點 升0.1% 國指高開後持續偏遠 收報10550點 塞28點 跌幅0.3% 科技指數全日跑輸大市 失手8000點大關 收報7933點 跌142點 跌幅1.8% 大市成交金額縮量到1456億元 傳統經濟類的重榜股份繼續走強 匯控同友邦分別上升1.2%及2% 科技巨頭就走弱 成交榜前五位 以次是騰訊美團阿里京東小米 下錯1.7%至7.1%不等 其中跌幅最大的京東受到業績拖累 上季度經營利潤下跌1.2%後 股價錯7.1% 收報341.8% 疫苗有突破市場再度憧憬 疫情受控利及航空股份的復甦 國航10月的客運運力投入 按月上升超過1成 大動股價創到6.39的月高 收報6.29上揚4.1% 東航亦在即後走高升8.2% 南航升到3.4% 航運港口股份同樣都走勢出彩 市場憧憬中日等15個國家簽訂RCEP 仍到中原海洪、中原海法、中原海運港口 推升3.5%至8.9%不等 天津港發展和東方海外 分別大升8.6%以及9.5% 中海運就飆升超過1成1 今天的收視講Round先到此 明天再見 明天再見